锦标赛分为《沙龙探戈》和《舞台探戈》两个项目 前一天《沙龙探戈》的冠军 由一对哥伦比亚选手夺得 阿根廷的范德沃德和艾克斯塔 拔得《舞台探戈》头筹 不仅赢得7500美元奖金 也获得到法国巴黎旅游 并且在埃塞尔铁塔前表演的机会 还可以到日本进行两个月的舞蹈旅游 这位选手欣喜若狂 简直不敢相信美梦已经成真 世界探戈锦标赛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 400多队选手参赛 锦标赛和同时举行的世界探戈节 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游客 来到阿根廷一睹风采